好 各位的朋友 大家午安 今天禮拜四 我们录影的时间是11点02分 那今天这个大盘 那是开高震荡走高 到目前为止是涨88点 那昨天跟各位讲过 那基本上这个盘我讲真的 没什么好讲了 我每天跟你讲的 就是后面一定还会再讲就对了 那当然要不要相信在你们自己 那讲太多也没用 这个大盘 那个国际盘都不好都打不下去 那打不下去就告诉你 这个没有卖压 没有人去挂 如果后面会大跌的话 美股大跌 你光这几天嘛 这几天来看 其实我们这里都是在打底 那你这 你这几天去做比较 来跟大盘做比较就好了 就知道这个大盘后面还会再涨 那技术面我也讲过了 实在也不知道要跟各位讲什么 那这335平台 12312312345上个礼拜收红 那335我是不是跟各位讲过 这个低点不会破 那现在有破吗没有 最低来到多少 来到7737 礼拜二告诉各位还会再来测一次 没有 有没有测 那测的准确是不是买点 这个后面来看这里都是买点 所以没什么好讲的啦 那主流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生计金融电子都会涨 那这上去就不一样 当然电子股个别的表现啦 那生计我讲过嘛 生计你现在可能感觉不出来 我们这样子讲 生计股现在涨0.4%你感觉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不是所有的股票都涨 那我选的股票 8月22号买进到现在 1根2根3根4根第4根 昨天我说过 会不会成为生计股股王 我们拭目以待 不是只有这一档啊 我就锁定3档 这一档之外 另外的都会跟上 那我们拭目以待嘛 那哪一档啊 我跟你讲也没用啊 你不想做你想看 你就继续看吧 想做的就一起来 好 简单的说到这里 我们有需要再补充的 我们下午时段再来说明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物的一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谨慎评估并支付投资风险